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是 洞插生成函数来求 期望值跟变异数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做做看 各位同学 你们要知道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在二项分配的期望值的介绍的地方 我们曾经用传统做法做过一次 非常的麻烦 而且技巧也非常的高 这边的话的计算上来说容易弄错 用洞插生成函数来解决非常的容易 来我们首先先写出洞插生成函数 只要是mx以后 那这边就是e的tx 介入了以后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跟这个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这个把它进去以后 然后这边 同学看 这里都是x四方 x四方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什么 根据二项式定理 二项式定理展开了以后 这就是一个二项式定理 这边 cn取x 一个数字的x四方 另外一个数字的n-x四方 然后由0到n 这就是整体的一个n次方 a加b的n次方 来我们把它写下来 这就是etp再加上q的n次方 动差生成函数 已经完成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想算什么 有了它 我们要算一阶动差 二阶动差 三阶动差 都没有问题 一阶动差 很简单 为分一次 再令t为0就好了 来我们现在来对它为分 为分各位同学要记得 为分这个要用为分的技巧 这是一堆函数的n次方 那为分要怎么做呢 要用连锁率 先将这个丢到下面去 n丢到下面去 这边要降一次 然后记得还要乘上 里面的为分哦 n丢下来 照抄 n-1次方 别忘了还要在为分里面 为分里面的话呢 1的t次方p 照抄 q不见了 因为数字的为分都会变0 这就是我们的 一阶动差的为分 还没做完 我们下一步要令t是0 才会得到了一阶动差 现在让t等于0 让t等于0 就会变成 这个是没有了 1的0次方 这就没有了 就是1 不见了 p加q的n-1次方 这就是 这就是1 1的任何次方 还是1 那这个地方来说 就是n 这边是0的话呢 那也是1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可以很确认了 它就是 np 证明得到了结果 这是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利用很简单的计算 就算出了np 不像前面 做了好几个 好几页的资料 才做出np的这个答案 而且感觉好像用凑的 现在我来算变异数 那么变异数 既然已经一阶动差 已经算出来了 那我们只要算出 动差母函数的 二阶微分 就可以找出来了 来我们先记得 变异数的算法 就是平方的期望值 减掉期望值的平方 这是二阶动差 这是一阶动差的平方 那么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刚刚的 那个动差母函数 我们已经 微分后一次以后 再来微分一次 现在我们要再微分 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变数是t 跟t有关的 这里有 这里也有 所以我们分成了两部分 这是两个相乘的微分 那么两个相乘要怎么微分 我们要采用前围 后部围 加前部围 后围 来我们现在再微分一次 我们现在用颜色来分 前面微分 n-1再丢下去 前面微分 丢下去 这边照抄 这样一次 里面的微分 这是前围 用蓝色来表示 黑色 后面部围 后面照抄 加上前面照抄 我们用蓝色的 后面微分 后面微分 完全不动 p留着 1的t四方 还是一样 好 那现在我们的话 要准备的是 要令t等于0了 让t变成0的话 这边就是 二阶洞差 就找到了 来t等于0 我们来计算一下 t等于0 那这边就没有了 这是p加q 所以这里整个来说 这是1 所以这个都没有 这边也是0四方 这也没有 这个地方也没有 因为0的话 这边也没有 这里没有 这边p加q 这边是1 这边也没有了 这个也没有 所以整体来说 各位同学看 n n减1 这边是p平方 再加上np 那现在 二阶的洞差 已经找到 那么变异数 可不可以算了呢 当然可以了 就是这个 减掉np的平方 就好了 变异数 我们照抄 减掉np的平方 那么把它展开来 这边是n平方p平方 n平方p平方 减掉 后面是np平方 加np 减掉n平方p平方 这两个是不是就消掉了 现在我把np 这个提出来 np提出来之后 这边是 负p 加1 负p加1 就是1减p 那就是q 是不是 我们证明出来的结果了 二项分配的变异数 叫做npq 这就是我们 在前面曾经费尽千辛万苦 算出来的 这个结果 我们采用的是 动差的观念 轻易的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再来介绍 布阿松分配的期望值 布阿松分配 其实它也不是很麻烦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计算方法 布阿松分配的这个 动差生成函数 一样 这是它原来的 几率分配函数 我们乘上一个 1的tx 然后注意的是 这边的话 变数是t 我们这个1的负烂打 本身是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xx 把它并在一起 1的负烂打 丢到外面去 1的负烂打 丢到外面去 这边 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1的tx乘上 烂打的x四方 我们可不可以 把它并在一起呢 可以 都是x四方 把它并在一起 好 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 这个指数函数的 马克劳林极数展开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这个 泰勒展开式 就是马克劳林极数的展开 1的x四方 就是 这是我们的 马克劳林极数 那么各位同学 仔细的看一下 这个跟这个像不像 同学说 这不太像 其实像的 这边是n等于0到无限大 这边是四方 这边是x 这边是取代这边的x 这边是n阶层 同学看看 如果它展开来 其实跟它一样的 只是差别只差别在 它是x换成n 所以它其实本身来说 它就是1的这个次方 x次方 所以是1的et烂打次方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1的et烂打 外面还本身还有一个负烂打 所以底数相同指数相加 它的动差升成函数 我们就找到了 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期望值 那简单了 期望值只要对t为分 一次再令t等于0 就可以算出它的期望值 好 我们来算一下 现在对它来为分 我们为分了以后是 这个1的次方都是照抄的 然后里面再为分 里面再为分 就会得出n的et 这个后面会变0 再令它为0 t等于0 t等于0 这边没有了 t等于0 这个t等于0的话 1减1的0次方 这也没有了 所以它就是烂打 这就是我们布阿松分配的 期望值 其实算起来也非常的快 布阿松分配的编译数 我们心里都明白 它的答案也是烂打 但是我们还是算一下 因为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它的洞察生成函数是这个 那么为分一次也算好了 那么我们为分两次也无妨 来我们再为分一次 再为分一次注意的是 这边因为两个都有t 所以这要采用的是前围 后部围 加前部围 后围 注意的是 t要变成0 t变成0 是多少 我们把0带进去 1减1 这边没有了 这边t等于0 这边没有了 这边1的0次方 没有了 这边的话呢 1的0次方是1 所以任何数的次方 1的0次方 这边是1 这边也是1 所以它是多少呢 烂打的平方 加烂打 那么这是二阶洞差 我们要算变异数 变异数就是二阶洞差 减掉一阶洞差的平方 来我们看 烂打的平方 加烂打 扣掉烂打平方 它还是烂打 所以我们也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式 解出了 布瓦松分配的变异数 我们这个单元 使用了 动差生成函数的技巧 去计算不同的 几率分配的 期望值跟变异数 我们也印证了 这样的计算方法 其实是非常简便 也非常快速的